伯家梵歌第三章 行动瑜伽 阿尔珠娜说 加纳尔丹 克萨巴雅 如果你认为智慧比功利性活动更好 那为什么还要劝我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呢 我的智慧被你模棱两可的指示弄糊涂了 因此请明确地告诉我 什么对我最有益 至尊人格神说 无罪孽的阿尔珠娜呀 我已经解释过 有两类努力于认识自我的人 一种人倾向于通过经验性和哲理性思辨来理解自我 另一种人则通过奉献服务去认识 单是避开工作 并不能达到无报应的自由境界 仅是依靠弃绝 并无法达到完美 人被迫根据物质自然形态所决定的秉性而行事 因此 谁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做 哪怕是一刻都不行 遏制住活动的感官 心意却不理感官对象 这实在是自欺欺人 这种人称为伪善者 相反 如果有人诚心诚意地 以心意去控制活跃的感官 并且在亏是那知觉中毫无依附地修习行动瑜伽 那他就高超得多了 履行复定给你的责任吧 因为这比无所作为更好 无所作为 甚至连物质躯体都不能维持 作为牺牲 寄献给威士努的活动 一定要做 不然 活动只会将人束缚在物质世界 所以呀 昆提之子 你要履行你负定的责任 去满足威士努 这样 你就可以永远不会受到捆绑 创造之初 万物之主 潜来一代一代的人类和半神人 带着对威士努的种种祭祀 并祝福他们说 让亚基亚 祭祀 使你们快乐 因为他的实施 会赐给幸福生活 和获得解脱所需求的 称心如意的一切 祭祀 取悦了半神人之后 半神人也会取悦你们 人与半神人 如此互相合作 一切都会繁荣昌盛 负责掌管 各种生活必需品的半神人 被祭祀的施行满足后 便会给你们提供一切生活所需 但人 若享用半神人的馈赠 却不回忆祭祀 则与盗贼无益 主的奉献者脱离各种罪恶 因为吃的食物 以事先祭祀 供奉过 其他人则为了个人的感官享乐 而备制食物 实际上 吃的只是罪恶 众生吃五穀而活 五穀赖雨水而涨 雨水因亚吉亚而降 祭祀则源于负定的责任 规范活动 是由伟达经负定的 而伟达经 又是由至尊人格神 直接展示出来的 因此 便存万有的超然性 永存于献祭中 我亲爱的阿尔朱娜呀 在人的生命中 不遵从伟达经 所确立的祭祀规定的人 肯定过着一种 充满罪业的生活 只为感官满足而活着的人 只是在虚好生命 然而 对于那些一生追求自觉 在自我之中找取快乐 仅仅追求内在的喜乐 彻底满足的人来说 则无其他任何责任可言 自觉者 履行负定责任时 并无所求 也不会因任何理由 而不履行责任 无需依赖其他任何生物 因此 人应把活动作为一种责任 不要执着于活动的成果 因为 不依附的活动 便能真达至尊 像加纳卡那样的国王 靠履行负定责任 就达到了完美 因此 为教化大众 你应履行责任 伟人的一举一动 普通人都会追从效仿 伟人以模范行动制定的标准 整个世界都遵行 普瑞塔之子呀 三个星系之内 并没有负定给我的工作 我也不缺少什么 也不欲求什么 然而 我仍从事负定的职责 如果 我未能谨慎地履行负定的责任 普瑞塔之子啊 肯定所有人都效仿 如果 我不履行负定的责任 所有这些世界都会分崩离析 我便成为造成不想要的人口的原因 并因此毁灭众生的和平 愚昧的人 履行责任时 依附结果 智者做同样的活动 却并不依附 为的是 引导人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愚昧的人 依附于负定责任带来的成果 智者 不可迷乱他们的心意 诱导他们不去工作 搅乱他们的心 而是要鼓励他们 以奉献的精神 投入各种活动之中 以逐步发展 Krishna之觉 假我的影响 是困惑的灵魂 以为自己是活动的作为者 殊不知 活动实际上是由物质自然三形态 旅行的 比例强大的人啊 认识了绝对真理 深明奉献工作 与获利性工作的分别的人 不会放纵自己去追求感官满足 愚昧的人受到物质自然形态的困惑 完全投身于物质活动之中 而且变得依附 但智者不该惊动 扰搅他们 虽然由于 施行者 知识缺乏 这些职责 类数低等 因此啊 二珠呢 你要将工作 全部奉献给我 全然认识我 不求任何得意 不声称 拥有什么 振作起来 作战吧 那些根据我的训事 而履行责任的人 那些不极度 忠实地追随 这一教导的人 可以摆脱 功利性活动的束缚 那些出于极度 对这些教导 不予理会 不加遵行的人 可谓毫无知识 愚昧受祸 必毁灭于 妄自追寻 圆满境界的 突然劳苦中 即使有知识的人 也按照自己的 本性行事 因为 人人都遵循 从三形态中 得到的本性 意志 又有什么用呢 对感官 及其对象的 衣服和厌恶 均有控制的原则 人不应该受制于 这些衣服和厌恶 因为 他们是 自觉之徒上的 绊脚石 履行自己的 负定职责 即使有差错 也比尽善尽美地 履行别人的职责 要好得多 履行自己的职责时 即使遭到毁灭 也强过从事别人的职责 因为 跟着别人的路走 是很危险的 阿尔珠娜问道 威是你的后裔啊 人即使不愿为恶 却身不由己 是什么力量 在驱使他呢 至尊人格神说 只是色欲啊 阿尔珠娜 色欲产生于 与物质情欲形态的接触 随后又转为称怒 它是这个世界上 吞没一切的 罪恶的大敌 正如 火被浓烟遮蔽 竟被尘土覆盖 又如胎儿 被子宫所包裹着 生物也同样被 不同程度的色欲笼罩 因此 有智慧的生物的 纯粹知觉 便被它永恒的敌人 色欲所蒙蔽 这色欲 像烈火般燃烧 永无满足 色欲盘踞于感官 心意 以及智性之上 并通过这些 蒙蔽了生物的真正知识 因而 使生物陷于困惑 因此 巴拉特后裔中的俊杰 阿尔珠娜呀 你首先 要节制感官 去遏制 这罪恶的显著象征 色欲 然后 再铲除 这知识和自觉的 毁灭者 活跃的感官 较呆质的物质优越 心意 则高于感官 智性 却高于心意 而灵魂 则比智性 还要高 因此 臂力强大的 阿尔珠娜呀 明白了自我 超越于物质的感官 心意 以及智性后 人 便应以 审慎的 灵性智慧 窥视那知觉 去巩固心意 并凭着 灵性的力量 克服着 永无燕足的 敌人 色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